《弗云瑞寺》 致力麻痺症,我們叫後遺症 其實對我的影響很嚴重 主要是在行動上,不方便 由於我右下肢 即是右腳無力 再加上肌肉萎縮 所以在這個時候 基本上我身體的支撐都是靠我的左腳 用拐杖走路帶給我們一個方便 但其實你要在過程中承受著很大的痛苦 走平路上者如此 其實還有就是上樓梯 走路很難,上樓梯更難,難上加難 小時候上學同學當然是用很奇怪的眼光來看待 初初小孩子特別見到你這種情況 是覺得奇怪,也不敢這麼多時候跟你接觸 但是有些貪玩的同學 甚至會見到你的拐杖 為何你走路的時候用拐杖 於是會藏在你的拐杖 藏在一邊,見過你一轉身見到那拐杖 你的感覺會怎樣?會很生氣 有時真的想找人來打 但問題解決不了辦法 有些同學都會好心的 最後都會給我一支怪獎 雖然事情是過去 但事實上那時真的很生氣 既是責備別人 人家為何要這樣做 當然也有時會自責自己 為何自己會這樣呢? 當時的童年生活很好 就是有一班好的老師跟我一起度過 當時沒有社工 原來最好的社工就是我們的老師 二、三十年前的社會 一個拿著拐杖的小朋友 或者一個年輕人 在街上走的時候 很多路人用一種奇異的眼光看著來 小時候人家叫你拔腳仔 這個拔腳仔 然後再大一點的時候 這個拔腳路走過來了 我們走吧 我曾經遇過一件事 有一個媽媽拖著小孩子 走過我們的身邊 小孩子用很奇怪的語調問媽媽 媽媽為何這個人會用一枝野來走路 媽媽當時就說 對,所以說你 以後不要這麼橫皮 橫皮爬高爬低 跌倒就變成這樣 其實當時我聽了之後 其實內心我不是橫皮 我不是頑皮 我不是頑皮 我是因為病 我很想跟他們解釋 但其實怎麼會解釋得到呢? 很無奈 真的很無奈 大家現在看到很多傷殘人士 都敢於走出自己的門口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對弱勢人士 都是採取一種比較包容 也有時會提供一些協助的情況下 其實這些傷殘人士很願意 去融入這個社會裡面 其實實際上在座的每一位 都有你的能力去協助這些傷殘人士 去建立他的信心 比較幸運的就是 經過幾十年的努力 令到我有一位前線的老師 做一個科組長到主任到副校長 到今天的校長 其實可以這樣說 教育真的成就了我 教育最大的功能就是 生命影響生命 因為我本身要克服很多困難 才能夠站在這個崗位上 進行我的教育工作 所以學生看到我的時候 都覺得 這個老師是一個學習的榜樣 我又覺得 原來我的經歷 到回頭上 雖然是不幸 但原來是更加有利 在我教育上 影響我的學生 我經常都叫他們這樣的 你遇到困難遇到陰 如果真的情緒很低的時候 想想王老師 想想王校長 你會發覺 原來你也是一個 已經是很幸運的人 你應該重新 爬起身 重新去面對你的困難和逆境 去克服它 去改變它 令自己在過程中的意志 其實得到進一步的鍛鍊 所以教育 真真正正成就了我 成就了我們每一位同學 我其實30歲的時候 就結婚了 一家四口的生活 其實都是一個很現存的家庭 當然除了我行動不便 上樓梯被人辛苦點之外 其實一切都是正常的 這一點的距離 由你拉得更近 其實這個真的很重要 這個距離 不是消滅這種病這麼簡單 而更加重要的是 消滅人與人之間的歧視的眼光 改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的看法 遇到傷殘人事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樣做 是多一點的關注 多一點的尊重 多一點的公平 其實 主要能夠做到我們這一點點 我們的社會 才是真真正正做到和諧的社會 劃取天空不愉快 要我 就得被別人更深 但我的心 肯定能撐下去 做到我心中的我 做到我心中的